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庆龄待在一起的时间要长许多 可以说孙中山去世之后一直都是李燕娥陪伴着宋庆龄 李燕娥身世非常凄惨 她曾受前夫虐待 但为人非常善良正直 明辨是非 或许是出于一份同情 宋庆龄对李燕娥很好 即便李燕娥要小上宋庆龄近二十岁 但宋庆龄一直亲切地趁她未理解 平日无论试试穿用度都不会亏待你李燕娥 即便解放后 宋庆龄久居北京与李燕娥分开过一段时间 但还是常常会托人为李燕娥送去吃食 特产 就连李燕娥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宋庆龄看来 李燕娥并不是一个伺候自己生活起居的下人 而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平时吃饭的时候 宋庆龄都会让李燕娥坐在主人的位置上 可见对李燕娥是多么的看重 同样李燕娥对宋庆龄也十分忠心 作为宋庆龄的身边人 李燕娥常常会被特务盯上 可面对特务的威逼利用 她从来都没有动心过 一心一意保护着宋庆龄的人身安全 从未透露过宋庆龄的一点点信息 因此宋庆龄夸赞李燕娥 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在相伴的五十年间里 宋庆龄与李燕娥达成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二人不分彼此 感情脱陈 一九七九年 李燕娥得了子宫癌 却急坏了宋庆龄 一个见惯了大风打的 无路何时都能保持端庄冷静的人 竟然在这个时候乱了阵脚 宋庆龄请了最好的医生 给李燕娥最好的治疗 每日都要为李燕娥准备鸡汤青菜 保证她的营养 她害怕失去李燕娥 在这个世界上能懂自己的人并不多 李燕娥算是一个 其实在此期间宋庆龄的身体也并不好 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照顾李燕娥 造化弄人 一九八一年二月李燕娥还是病逝了 宋庆龄十分痛心 她立下遗嘱 要将李燕娥埋藏在宋氏墓地 自己父亲母亲的坟旁边 待自己百年之后 要将自己与她埋藏在一起 这便是为什么宋庆龄去世之后 并没有与孙中山合葬的原因 过了三个多月 宋庆龄也走了 她如愿以偿地与自己的革命伙伴葬在一起 想必在九泉之下 这对好姐妹也能继续相互扶持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